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可能你这两天不让你开福州 我们会到福州来找你 我一听见的时候 当时我就很激动 我真的我就有点失控那样 五年前 2001年 一场惊心动魄的刑警围剿劫匪 震动了整个福州城 五年后 刑警竟是凶手 劫匪 本是无辜受害者的真相 让人目瞪口呆 2001年2月20日 当徐成平和王振忠 在福州的一个旧车交易市场 谋杀便利中的时候 他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 自己策划和实施了一桩完美犯罪 当案情后来真相大白之时 人们的评价是 这哪里是谋杀呀 简直就是屠杀 对一个手无寸铁的人 居然打了150发子弹 2006年5月19日 受害者家属 终于等来了 对这些警察败类的正义宣判 2001年的王振忠 是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声名显赫 如今他和他的情妇 再逃美国 位居中国外逃人员第七高官 也是中国再逃人员中 级别最高的警官 故事中暗表 王振忠在福州任职期间 多次收取了黑恶势力的保护费 叛逃美国后 受到黑帮的报复勒索 隐姓埋名躲避勒索 情妇改嫁 本人也于2007年 因肝癌死了 对于犯罪学的研究 和丰富的办案经验 让他在实施这场阴谋时 显得有条不紊 甚至太周密了 在外人看来 徐承平是王的朋友 然而事实证明 两人的关系远远没那么简单 他们不仅在这些案件中紧密合作 在更多的商业领域 他们也有着不错的合作 因为王是徐承平经营的 安详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大股东 事情尽管已经过去了五年 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过后 仍然无法消除徐立荣心中的梦魇 五年来 他每天都在思念着自己的丈夫便利中 因为伤痛 因为沉重的压力 他的体重下降了15公斤 而且还学会了抽烟 虽然他独自把女儿从压压学语 带到现在能背着小书包去上幼儿园 但一种巨大的痛苦始终回之不去 自己身上还挂着抢劫犯家属的牌子呀 不管徐立荣怎么辩解 仍然有很多人不相信他说的话 因为媒体在案发当年的报道 让他不得不背负如此的骂名 媒体的报道也是这桩完美犯罪策划的一部分 当时福州公安对外界宣称 便利中因持枪抢劫拒捕 被依法击毙 部分警察还因为这起案件立功受奖了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 便利中是无辜的 所有的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完美的圈套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徐立荣宁愿永远生活在2001年2月20日以前 那天晚上沉寂的福州开始散发出春的气息 但对于便利中一家来说 那绝对是春天来临之前最寒冷的一个夜晚 那天晚上枪烧反击了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年 但在案发地居住的居民们仍然清晰的记得那晚的枪声 毕竟150发子弹的发射不可能是悄无声息的 一切都犹如一场事先编排好的剧目 2月20日晚九时刚过 34岁初为人妇的便利中 应徐成平之约来到福州旧车交易市场的一间办公室 当晚时事过后 惊人的一幕发生了 徐成平从办公室里走出来 抚了一下头发 这是事先商榷好的动手的信号 埋伏在一辆旧车里面的刑警立即出动 五名刑警手持冲锋枪 在距离落地玻璃四五米处 隔着玻璃对着便利中一阵扫射 便利中左腕身布满弹框 倒在了椅子上 后来据专案组调查 五名刑警一共射出150发子弹 弹夹都打空了 这五名刑警分别是 时任福州市公安局 近安分局刑警大队长的刘雄 重案中队长陈世斌 刑警陈思忠正明 以及岳峰派出所的刑警中队长郑军 其中的刘雄曾多次获得福州市十家警察 和全国优秀警察的称号 2001年2月 沉寂的福州城 因为救车交易市场打死了人 而很难保持它的平静 这一消息惊人的速度 在这个有着2200年建成史的城市里 传播着 一度宣泄不止 为了给众多关注者一个交代 福州市公安局竟然分局 对外宣称 这是一起持枪敲诈抢劫案 除了受害人家属 没有人却怀疑这一说法的真实性 包括媒体 他们按照常规的思维 去理解公安局发布的信息 何况还有当时的现场勘查笔录 案发当天下午5时30分 徐承平向静安分局陈世斌等报告 福州市救车交易市场里 发生了持枪敲诈案 晚时一时许 犯罪嫌疑人便利中 持枪抢劫徐承平 又开枪拒捕 被大队的干警当场击毙 笔录上注明了两样关键的证据 在便利中尸体旁 发现一把仿六四式手枪 六发子弹 及散落的9万元人民币 案发两天后的2月22日 福州数字媒体 刊发了由静阳分局提供的消息 均出自宣传科干警高谋之手 一篇题为 一持枪劫匪被击毙的消息称 几名身份不明的歹徒 持枪窜进旧车交易市场 在警察警告无效的情况下 将一歹徒击毙 渲染了分局刑警与歹徒枪战 并将其击毙的逼真场面 3月27日 福州一家媒体又发表了题为 维艰劫匪的成篇通讯 详细披露了220强案经过 其中有这样一段细节描写 歹徒发现现今9万余元 那9万元的现金 也是徐成平专门为伪到现场而准备的 徐后来还给每个参与犯罪的警察 奖励了一台小轿车 这些车来源于一位叫做陈信涛的商人 徐成平为什么要干到便利中 这就不得不从徐成平和陈信涛的经济纠纷说起 陈信涛在部队服役18年 1997年他35岁时 拿着十几万的安置费转业了 再从国外的哥哥姐家手里借了一些 在福州开启了做二手车交易的商业 经过四年的经营 到2001年 他一年可以赚100万元左右了 所谓是数大招风 因为生意火也就引起了一些人的眼红 徐成平就是其中之一 陈信涛在福州三八路经营二手汽车 徐成平在临街长乐路经营二手汽车 徐成平一心想垄断福州市场的二手汽车经营 所以打算吞并陈信涛的垫子 因为徐成平和时任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震忠 关系很铁 陈信涛的哥哥陈信华 害怕处于弱势的弟弟吃亏 便请来便利中讲和 便利中何许人也 按照琪琪的说法 他是一个很大方 很讲义气的人 所以朋友也很多 据说徐成平在事发前 曾对便说 给他十万元 不要插手这件事了 结果被拒绝了 于是杀心顿其 2001年2月20日 徐邀请便和陈去谈判 但实际上 是打算通过警察 合法的干掉他们 陈因为手机关机 侥幸逃过一死 除掉便利中 并不是徐成平的最终目的 在便被谋杀后的当晚十二时徐 徐成平立即以公安机关办案的名义 指使林某等人另案处理 逼迫陈信涛的员工黄某 打开了陈的办公室 抢走了陈停放在安详车场内的 26辆汽车 目前8辆已被警方查扣 一些办公用品 文件还撬开了陈的保险柜 把放在保险柜里的车辆过户资料 车钥匙一并抢走 随后 徐将大部分的车辆变卖 三款被其挥霍 或给参与犯罪的警察发奖励 部分车辆被其送给了朋友使用 经估计 被抢的26辆车 价值人民币324万余元 便李中被除掉后 当然也要给陈家两兄弟弄个罪名 2001年3月7日 健安分局发出协查通报 称陈信华陈信涛兄弟 涉嫌特大持枪敲诈案件 请各地官机关协助布控 捉拿陈家兄弟 警方认定陈信涛是 黑恶势力的后台老板 一个正经老实的企业家 突然之间变成了黑社会老大 这种诬陷让陈信涛不知所措 是逃避还是面对呢 当过军人的陈信涛 最终选择了后者 3月27日 陈信涛来到健安分局说明情况 当天下午就被带到了 古山派出所的刘志氏 那是一间12平方米的小屋 里面关了18个人 阴暗 潮湿 臭气熏天 湿和拉撒都在里面 再后来 因为案件一直在调查审讯 陈信涛在看守所 足足就待了三年 39岁的他 头发竟然全白了 健安分局给出的说法是 陈信涛和便利中合伙 敲诈勒索徐成平150万元 2001年7月23日 健安分局向健安区检察院 送达了遗送起诉书 认定陈信涛犯有敲诈勒索罪 为了给外人造成陈信涛 确实敲诈勒索团伙了印象 分局还将该案 并到了风马牛不相及的 扶手火车北站的敲诈勒索案件中 后来陈的妻子林琼 和律师多次去健安分局讨说法 都无人受理 被关在看守所的三年期间 陈信涛经历过了三次起诉 三次更换起诉书 六次退回补充侦查 八次开庭审理 两次发回重审 在这期间 健安分局的证据补充的越来越多 王振国 王振忠的堂兄 等多人向官机关提供了 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 听到陈信涛向徐承平 索要150万人等证言 2002年初 福建省官厅 分管刑侦的副厅长牛济刚 被任命为福州市委常委 后任市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 官局局长 220枪案 也随之出现了转机 牛济刚的到来 也让王振忠极度的失落 且手忙脚乱 一正一邪 利剑分明 牛济刚上任不久 就查出了福州车管所腐败案 以及福州交警支队林子腐败案 震动全国 陈信涛的心中又生起了希望 当时220枪案 在官局的内部 引起了广大干警的猜测和质疑 陈信涛的家属 经常接到福州市官局 一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的鼓励电话 陈信涛说 他们一家人 打心底里感激这些好人 就在福建省纪委决定对王振忠实施双规时 2002年5月22日 王振忠携1000多万美元 情妇郝文 时任福州市官局办公室主任 以及众多机密文件 潜逃美国 办人员从王振忠的家里 搜出近3000万元人民币来 王振忠出逃后 对其调查也公开化 5月26日 福建省纪委 福州市官局 专门成立了专组 调查王振忠的问题 王振忠一跑 徐承平既以偷税罪被逮捕 尽管徐和王已经落马 但刘雄等当事警察 一口咬定便利中 是敲诈抢劫持枪拘捕 陈信涛是背后主谋 所以案子在此后 近两年的时间里陷入了泥沼 直到2004年的2月15日 福州市政法委就本案 召开了第三次协调会 牛济纲主持会议 他提出的三条意见 成为真正的转折点 第一 有人一直想方设法地证明 陈信涛有罪 但没有证据 你们为什么不查一查 陈信涛无罪的证据呢 第二 北战的敲诈勒索案件 和220枪案完全是两回事 就不要扯在一起了 第三 徐承平知道假案 还要加大力度查下去 2004年3月4日 静安区法院当庭宣判 陈信涛兄弟无罪 法庭书记员 请陈信涛写下他的感受 陈信涛提起笔 在判决书上 重重地写下了五个大字 迟到的公证 出狱后的陈信涛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告状 他提笔给官部部长 写了一封信 2004年3月30日 这是一个让陈信涛 终身难忘的日子 官部警务督察局 副队长王志刚 给他打来电话 说他的信 部长已经批示了 要派人来调查 让他近期不要离开福州 第二天 王志刚和另一名同事 来到福州 因为紧张害怕 陈信涛像秘密街头一样 换了两个地方 才和他们见面 两位警官听陈信涛 讲述了三个小时 2006年5月19日 陈信涛及便利中的家属们 终于等来了那些警察败类的宣判 上午9时30分 20多名持有专案旁听证的旁听者 经过法警严密的安检后 进入了戒备森严的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大法庭 9时35分 法庭宣布开庭 三名被告被带入被告席 审判长用了整整一个小时 才宣读完这份长达35页的判决书 法庭一审做出如下判决 第一被告人徐成勇 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犯抢劫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犯偷税罪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犯妨害作证罪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恕罪并罚 判处被告人徐成平 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郑军 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刘雄 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还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附带民事赔偿部分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徐成平 郑军和刘雄 共同承担对 便利中6岁的女儿的抚养费 25万103元 其中 徐成平赔偿10万元 余下的15万103元 由郑军和刘雄各承担一半 而对于原告提出的 10万元的精神损失赔偿 法院认为 其不符合法律规定 驳回了这一请求 被害人便利中的女儿 还提出请求 被告人徐成平 郑军和刘雄实施故意杀人行为 致其父亲死亡 既然官分局 对被告人郑军 刘雄及其他犯罪人员 实施的职务行为 应承担连带责任 给予赔偿 但法院认为 被告人郑军和刘雄 是利用了自身警察的身份 实施的犯罪行为 与职务无关 故驳回了请求 对以上审判 受害人陈信涛和本案的原告 就各自的几点意见 向福建省高院提醒了上诉 省高院将择日对该案 进行二审审理 令人惊讶的是 本案的三名被告人 也都准备向高院提起上诉 他们上诉的理由是 本案存在着程序违法 一位参加法庭庞庭的先生 告诉记者 法官宣布判决后 法警陆续将三被告人带出法庭 走在最后面的是44岁的徐成平 他当时的眼睛 似乎在庞庭席里面搜寻着什么 突然在停住脚步 像是看到了什么人 他的嘴唇撇动了几下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用手将徐的头重重的按低 将他推着走出了法庭 女儿是我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了 这是受害人便里中的妻子徐丽荣 见到记者后 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6月1日晚90多 记者走进了福州某小区六楼 徐丽荣的家 尽管这里多年前就没有了男主人 但房子依然整理的干干净净 或许是因为还陶醉在儿童节的欢乐中 5岁多的变灵蕊 很高兴的望着记者 看着记者拿着照相机 天真的孩子很乖巧的 听妈妈的话 穿好了漂亮的衣服 让记者给他拍照 笑容也很灿烂 在看了数码相机里自己的照片后 他更加的开心了 比起孩子来 母亲的心情显然复杂得多 在孩子面前 他很注意不轻易地显露自己的情绪 在打发孩子去睡觉后 他才在记者的面前 揭开了自己心中的伤疤 谈话从孩子开始 孩子会经常问爸爸在哪儿吧 徐丽荣给记者描绘了一下 他们母女之间的谈话情景 每月初一十五 母女俩都会给便里中上香 当便灵蕊端上贡品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对话 爸爸 你要吃什么 就告诉阿灵 给阿灵托梦啊 妈妈 爸爸去哪了 爸爸去美国了 你别骗我 那去美国 为什么也不给阿灵打个电话呀 爸爸那里穷 没有电话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看到爸爸 当你长大的时候 长到十八岁的时候 那我要快点长大 最好明天就长大 明天十八岁 就能看到爸爸了 每次女儿说起爸爸 徐丽荣都会尽量的微笑着 不让悲痛去影响自己心爱的女儿 而当夜蓝人静的时候 身体的病痛和心理的阵痛 让她无法安心的入睡 这时 她会静静的点颗烟 去回味和丈夫生前的美好 也正是因为丈夫的离去 她学会了抽烟 回忆是美好的 丈夫陪自己去云南和酒债沟旅游 自己怀孕时 丈夫守在床前 回忆又是痛苦的 昔日形影不离的一顿 如今形单影之 每当周末陪同孩子出去玩的时候 看着女儿用羡慕的眼光 盯着别人三口之家时 徐丽荣不得不提醒自己 控制好情绪 她怕自己的忧伤 让乖巧的女儿看到 更怕自己的眼泪 让女儿跟着伤心 女儿长得很像老公 你不知道李忠在的时候 多喜欢她 刚生下来的时候 医生说孩子还太小 不能抱 她就硬要抱着 晚上回家了 即使喝醉了 也要去抱抱她 因为女儿数蛇 她就天天叫女儿小龙女 男人嘛 34岁她有孩子 难免不疼爱她 说起女儿 说起丈夫 徐丽荣脸上自然流露出 一种梦幻般的柔情 丈夫的死 五年来的魔力 让原本柔弱的她 已经可以在外人面前 强行压制住内心的伤心 坚强的表情 时不时会很自然的 出现在她的脸上 丈夫死的时候 她刚刚生下女儿七天 朋友们不敢告诉她 直到三天后 她才知道出事了 我自己当时就傻了 晕过去了 我婆婆也晕过去了 那时候便衣都不让我们进去 我们花了1500元 给看尸的工人 才进去看到尸体 当时尸体的照片 是我丈夫的哥哥 偷偷拍出来的 徐丽荣说 后来警察说便立中是抢劫犯 便父气得不吃不喝 四个月后便撒手人寰 便父去世时 对徐丽荣说 不管怎么样 管死 一定要打 对于徐丽荣来说 还有一个遗憾 就是和丈夫 只是拿了结婚证 没有举行婚礼 本来打算坐完月子 就去举行婚礼的 结果在婚礼的前21天 丈夫突然就去了 自己也因为在坐月子时 受了巨大的打击 一直身体不好 现在我吃药 是一筐一筐的吃 有时候我也想自杀 当我死了 女儿怎么办呀 她没有了父亲 我不能让她再没有母亲呀 所以我要讨回公道来 主要是为了女儿 毕竟她以后的路还长呢 我不能让她背负骂名啊 所以我要求官机关 在媒体公开道歉 原来在什么报纸电视发的 现在还要在什么报纸电视上 跟我道歉 徐丽荣的语气变得强硬起来 你现在31岁 不打算再找一个吗 面对记者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 徐丽荣的回答还是为了女儿 我不会去改嫁的 我找不到变里中 那样对我好的人了 就算找到个对我好的 对我女儿不好怎么办啊 女儿是我一生的希望 我要担负起母亲的责任来 我要给她比别人更多的母爱 因为没有父亲 所以我要给她双倍的母爱 记者告别前 去看了一下徐丽荣 在家为丈夫设置的灵堂 灵堂很干净 还有心烧的消灰 一位退伍军官的跌宕人生 生活犹如一个牌局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张抓到的究竟是什么牌 在陈信涛看来 如果不是响应转业创业的号召 当年35岁的少校军官 或许快是将军了 如果是转业时投奔了政界 而不是商界 或许如今是福州的一个不小的官员了 如果投奔商界没人迫害 起码也是个千万富翁 而现在 陈信涛成 自己不过是个举债的普通人 17岁那年 陈信涛投笔从容 成为了首位海岛的一位陆军战士 那是福建距台湾最近的一个海岛 那时我身体棒 当兵时天天训练 当了官也是天天带着兵训练 当年鹦鹉的青年军官照片 如今还很显眼的摆在了陈介 有些破旧的客厅里 从一名优秀的士兵 到基层军官 再到福建省军区的少校参谋 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 进入上世纪90年代 和平开始成为世界的主旋律 1997年 我军裁军50万 陈信涛响应号召 成为50万分之一 脱下军装后 35岁的陈信涛 选择了更具有挑战性的商界 靠着十几万元的安置费 和在国外的哥哥姐姐们的支持 以及亲朋好友的借款 陈信涛的二手汽车市场 在福州不声不响的开起来了 四年的商海拼搏 到2000年时 陈信涛在福州商界开始消有名气 资产也有了好几百万元 2001年2月20日晚 陈信涛一夜之间一文不明 他的所有财产 被徐承平席卷一空 后来 法院认定这些财产 共324.598万元 有些因无有力证据 没被确认 但我未抢据的财产 价值实际上有500多万元以上 陈信涛说 因为当时开公司 只有一半左右的资金是自己的 所以陈信涛现在还欠着债 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你们家和你会是什么样子呀 陈信涛很自信地回答道 我应该是事业有成 生活惬意的千万富翁了 因为那时候我的生意做得很好 而且还打算投资其他行业 对这个问题 陈信涛的妻子林琼 回答得更为谨慎一些 至少我们家的房子换了 我也不会这么操劳 在看守所的三年 39岁的陈信涛白了头发 如今还带起了老花镜 但每次出庭时 不管身体怎么差 陈信涛都站着标准的军资 我站在这一动不动 可以从早上八点站到下午六点 我要表现出军人的尊严 和对他们的抗争以及蔑视 陈信涛从行动上 表达着自己的坚强和执着 而因为入狱 儿子不和他说话了 在儿子看来 父亲让自己抬不起头来 在监狱时 妻子为了给他讨个说法 不得不晚上上班 白天去奔波 从居住的苍山区到静安区 每次都要花费半个多小时 出狱后 因为害怕 妻子叫陈信涛不要再去告状了 但陈信涛决心坚持到底 出来后 我就成了告状的专业户了 每天写信 找人 去北京 有时一去就是几个月 很多时候因为自己 没给家庭带来幸福 我也很不安内疚他 说起这些 陈信涛满脸的无奈 当了十八年兵 做了四年的生意 做了三年牢 告了两年状 陈信涛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 他还告诉记者 自己还要把官司打下去 要争得自己应得的财产和名誉 尽管目前他已经取得胜利 但艰难的理赔之路 才刚刚开始 专家点评 加强对警察权力的制约监督 西北政法学院 刑法学教授冯伟国认为 这起案件暴露了 警察权力监督制度的缺陷 警察滥用权力的现象 越来越突出 而对警察的监督 在立法和制度上都不够完善 同时 这也大大的损害了人民警察 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和威信 要解决这一问题 一是提高警察的法律修养和业务素质 公安部门实施严格的选拔和考核制度 选拔人才必须把综合素养放在首位 不妨考虑让法律专业人士进入公安队伍 二是加强对警察权力的制约监督 从严治警 这点最重要 警察往往处于强势地位 需要完善刑诉法 监督警察在侦查 彩证和审讯过程中的合法性 可让律师和检察机关到场 并广泛的发动社会力量 以形成对警察的监督机制 三是健全受害人保护制度 在举报上访申诉的过程中避免干扰 对这一点 西方一些国家制定了受害人保护法 保持受害人向有关部门信息反馈的及时畅通 避免了冤假错案的发生 在公安部秘密督查之下 此案取得重大突破 此后不久 福州公安局进安分局 刘雄派出所刑侦中对东队长郑军等相继落网 并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忍不讳 刘雄招任了 射杀便利中的当天 时任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的王震忠 就在离现场不远处坐镇指挥 一起警匪勾结的无间大案最终是浮出水面 虽然涉案人员最终死的死 关的关 罪有应得 但是仍然有很多悲哀 实际上整起案件 警察留情也好 郑军也罢 他们不过是原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震忠 和徐成平之间利益链条上的蚂蚱 这下主子没了 做吓人的 没了依靠 最终当然是死得其所 但是如果王震忠没有因为害怕双归而潜逃在外 如果现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政法委书记 时任公安部长的周永康 没有亲笔批示 真不知道 陈信涛和冤魂变礼中的清白何时能够得到真正的法治不是事后的亡羊活动而在于事先的预防 以及对于权力的职业 一旦对手中的权力失去了敬美之心的话 那么权力就成了利益的靠山和攻击 即便没有陈信涛 我们不知道何时何地还会有没有张信涛王信涛 伤害一旦产生 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或者是民事判决可以补偿的了的 我们最终希望看到的是每一个人在法律面前的循规导